比如說這個騎帥不騎快 然後還有這個等等 RV騎還有跑山啊 那除了這三款貼紙 那數量也是少少的在蝦皮上架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去給小微我支持一下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微嘿 大家不知道最近怎麼樣呢 最近就是一直下雨 然後天氣又超冷的 應該大家都不是很好受吧 至於小微我呢 就是大概是最糟的那種吧 怎麼說呢 就是前陣子才剛出了車禍 大家也知道嗎 那出車禍這種事情 就是真的非常的痛心 那我剛剛說 我現在最近的狀況 真的非常的糟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因為前陣子 我的這個右腳 有一個傷口 那這個傷口呢 本來以為只是一個小傷 因為這個傷口其實看起來 好像本來要快好了 畢竟它本來就沒有那麼大了 但最後呢 它竟然演變成這個 大家聽到 至少我聽到非常害怕這個 名為蜂窩性組織炎的一個細菌感染喔 那我聽到這個我就是超級剉的 我到底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 這個蜂窩性組織炎到底是 從何而來啊各位 這個就要說到一個月一個月前 剛好就是一個月前呢 我們這個極限專賣的這個Eason哥呢 邀了我們超級多夥伴 然後去玩越野 那那時候啊 其實大家都玩得很盡興 但我沒有 也不能這樣說 我算有啦 但是我沒有玩整天 就是因為覺得想說一開始嘛 就是樂個身繞個圈就好了 就沒有穿護具 大概騎了兩三圈吧 我就跌倒了 我就摔車了 摔在這個土上 但摔在土上其實沒事喔 重點是我的腳 小腿前側呢 去刺到了一個 去撞到了車上一個 比較可能尖銳的地方吧 那那時候的傷就很深喔 那時候的傷口真的很深 在這邊呢 就要特別感謝我們的西棚了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全靠西棚 這個專業喔 醫護知識吧 細心的呢 去幫我處理傷口 就這樣過了一個月嘛 然後其實傷口已經快好了 但是呢 就在前一陣子 大家也知道 上禮拜出車禍 我就覺得很歐嘛 然後我記得有一天 我就是想說 我要下去 我要下去車庫 看一下我的愛車 結果就看一下車 我就在那邊賞車 然後看一看一看 我想說 嗯 Triple R是不是停的有點歪啊 我就手箭對不對 我就手箭 我就想說我去移一下 結果移了還好 沒移沒事 然後一移呢 我就不小心腳呢 不知道是心不在意還是怎樣 最近狀況真的是非常的差喔 我一去移他呢 我的腳 哎呀 摳一下 不小心 不小心去踢到車子上的 不知道凸起來的部分還是怎樣 結果呢 又受傷了 本來快好了嘛 結果我去踢到 結果他又流血了 我想說 哇好痛 痛痛痛痛痛痛 我想說好啦 不然流血而已 插個藥 應該很快就好了 不但沒有好 結果是更嚴重 那大家不知道這樣看不看得到 就是我也有拍照片 可以給大家看 就是說 從傷口開始 然後他有一個紅腫 然後很明顯的這個顏色的色差 色差呢 就是往這個旁邊蔓延 看起來有點恐怖 那實際上呢 他帶給我的痛楚 是更多的 因為這個蜂窩性組織眼 這樣子戲劇延伸 讓我幾乎沒辦法走路 就是我這樣子腳只要踩下去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針啊 劍啊 從我這樣子腳底 然後這樣往上插 我真的是超級痛苦的 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那麼想要 給我一根拐杖 甚至讓我坐輪椅 因為我真的是痛到 沒辦法走路 我覺得用 真的是很想用 很想用爬的 各位知道嗎 所以就真的是很痛苦 我現在回想 我就覺得很 噢 哇靠 我這麼痛苦 為什麼我不趕快去看醫生 就是冷一下 就是看一下狀況再去看醫生 這真的是一個壞習慣 記得我一兩年前 剛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是 常常熬夜剪片 所以我那時候我的 肚子長了一個皮舌 以前有傳說的東西 就是皮舌 就是一點一點的 很像水泡的東西 但是古時候就是傳聞說 如果你長了一圈 那你就會死掉 為什麼我都是皮舌 要嘛蜂窩性組織炎 這種以前我聽到就很害怕的東西 這要說病 反正這兩個東西 我都是因為稍微有點延誤 去就醫 所以才導致 我自己本身的痛苦 不然其實應該 不會這麼的難受才對 那反正大概是上禮拜三 去撞到的 我是禮拜日去看醫生 所以大概隔四天 其實他延伸擴展他這個 細菌的範圍非常的大 那其實蜂窩性組織炎 就是說要嚴重 真的是很嚴重 因為比如說他這個細菌 他聽說就是會往下吃 那這樣吃一吃 細菌感染 所以你必須要截止 那再查 再更糟 就是他的這個細菌 會進到血液裡面 進到血液裡面 如果流過全身 就會形成所謂的敗血症 那就很容易休克死亡 所以最糟的狀況就真的是 如果一直都不去看醫生 然後越來越惡化 那真的是 小命就要丟了 真的是 所以各位如果有狀況 看到自己的傷口紅腫 等等的 紅腫 然後發熱發痛 趕快去看醫生 真的是有狀況就真的 不要拖了 不要像我這樣 還拖了幾天 現在回想好像也沒有拖幾天 但是就變得這麼嚴重 可能事後這個病真的好了 我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就真的是因為牽車 所以讓我得這個蜂窩性組織炎 反正的事情 大概就是來龍去脈就是這樣 最主要就是想要提醒大家 其實蜂窩性組織炎 意外的算是蠻常見的一個東西 所以想要在這邊請大家 還是要特別小心一點 那在最後也要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前一陣子 我有出了一個R1的這個賴貼圖 那在裡面有選了三款 比較有人氣的這個款式 比如說這個騎帥不騎快 然後還有這個等等 RV騎 還有跑山 那除了這三款貼紙 那數量也是少少的在蝦皮上架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也可以去給小微我支持一下 三個一起買會比較便宜 也希望大家喜歡 好那這部片 最主要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小微我現在這個有點慘的這個現況 好那也希望這部片呢 會給大家帶來一點這個警惕 如果有什麼事情就真的趕快去看醫生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也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也可以記得去我的蝦皮 看一下我們這個非常棒的鋼鐵手機架 或者是一些正在特價中的貼紙 然後給我一點支持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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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點